那么报了个错 我们看一下 他说Drawan这个函数没有定义 global name 全局变量 全局的名字没有定义 那这是因为呢 我们刚才光顾着用了 就是忘了定义这个方法了 好 他这个在OSPath里边 这个Drawan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看看 这次就不应该报错了 好的 那么这个已经正常打印了 这个Drawan呢 他这个global 他搜索返回来的是一个符合条件的 这个文件列表 就是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文件列表呢 它是以这个Python的这个列表形式返回来了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些文件呢 这个名字看着怪怪的 这个是其实是这个 unicode表示这个汉字的这个表示方式 因为我们是新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所以这两个字应该是新建 所以这个里面呢 打出来的是这个 看不到汉字 那么大家觉得怪怪的 也很别扭 那我们如果要想看到汉字怎么办呢 那就把这个美举出来 还是用这个方法 好 美举完了之后呢 你进到里面去打印 这样就能正常显示了 你看到这就不会是unicode编码 而是直接解码之后的这个汉字 好 OK 我绝对不骗你们 看到没 这是列表 打的时候呢 这里边是什么就是什么 它不会给你翻一张汉字 但是你每一项每举的时候 就把里面元素打出来的时候 这汉字就显现出来了 好 那这个就是globe这个函数非常好用 假如我们这个不想去搜索exile 想去搜word了 那你在这个下边呢 新建两个word的文档 新建两个word之后呢 这里要改一下 改成这个 docx 因为我是07的版本 如果是03的话 就直接doc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 它也可以把我们里边这个word 打印出来 好了 OK 你看 新建Microsoft Office Word的文档 那至于其他的什么照片 什么gpg png 文本 txt 这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换替换这个名字 就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了 前面要加上这个文件所在的 这个文件夹的名字 因为它实际上是 这个文件的名字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应该是这个名字 我在这里撬一下 一会再删掉 然后是星号 然后是点 然后docx 实际上它匹配的是这个字符串 匹配的是这个 它不是匹配这一项而是整个这个作为一个 匹配一项 通费服务相当于是 中间这个信号是代表这个文件名字叫什么 我不在意 但是只要它是这个 在这个文件夹下的 这个docx结尾的文件 通通都匹配 是这个意思 这个用起来呢是比较好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这个OS模块操作 它看起来呢会比这个笨重一些 但是呢 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一些这个文件搜索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机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S模块呢 它是Python以操作系统接口的这个重要模块 支持各种文件夹操作呀 文件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这个比较笨的办法 用OS模块 那怎么实现 刚才的这个操作 那么这个就跟它say goodbye了 把它注视掉吧 tago comment 注视掉之后呢 我们要用这个OS模块 肯定得先引入啊 import OS就可以了 啊 然后这个OS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实现跟它一样的功能 那么横尔还是这个Self的MyDir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用户回来这个路径到底是不是对的 好 看看是不是一个Dir 用这个OSPath.easeDir方法判断 Self.myDir 这个方法呢 如果它是一个合法的Dir的话 就是路径的话 它会返回True 就是返回一个Pool 这样 TrueFalse 我们来看一下 选定文件夹 好 打印的True 这肯定应该是True 因为我们指定的就是一个文件夹 那么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判断 判断完了之后呢 我们一般说 如果它是一个文件夹的话 我们才进行继续的操作 就是为了程序的见状先考虑 如果它返回的都不是一个文件夹路径 它操作了什么呀 然后呢 我们要看看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什么文件 那么调用这个OS模块里面有个ListDir 还是去扫描我们刚才指定的这个文件夹 它呢 也返回一个参数也返回是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里面的这个文件名字都打出来 看一下 开始搜索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夹下边有很多文件 包括我们的工程文件 PY代码 还包括我们新建这个测试文件 统统在这个表里面 这个时候发现 这编板格式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对吗 是的 它现在是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了 而不是两个字节在一块了 所以要注意这个编板格式实际上已经变了 那么还是一样的 我们再对它进行便利 for my file in 在这个列表里面 你尝试一下print之后 我保证肯定是乱码 printer我还敲错了 还是自动补权来的实惠一些 因为它的编码方式已经发现了改变 所以我们按照正常的Unicode打印出来的 肯定是乱的 好 发现没 这个地方是乱的 汉字都是乱掉的 但是这个英文字母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那如果我们想正常显示的 这个正常显示 汉字怎么办呢 你还强制把它召唤成Unicode吗 不行哦 因为它的编码不是Unicode的 所以呢 你的解码 你的解码不能用Unicode的 那windows是什么呢 是gbk 这样才打出来 你看一下 应该就能显示汉字了 如果用Unicode的话 你是打印不出来的 它会报错 好的 OK 正常打印了 如果各位不信邪的话 可以在这试一下 用Decode Utf8的话 它肯定会报错的 因为这个编码 它就不是Utf8了 解码的时候肯定也不行 打印出来之后呢 我们想从这一堆N多文件里面 我们把Excel过滤出来 我们学过这个 如果这个文件的 墨5位是 .xlsx 说明是我们要找的文件 我们就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加点区别吧 放到File这个 然后呢 因为打到会是乱码 所以我们还要Decode一下 Decode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眼 现在文件夹开始搜索 OK 那么我们看看它 路径OK 我们点了色彩按钮 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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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堆是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所有的文件 然后到此为止 也没到此为止 后面还有 然后呢 它就开始看 如果是这个 Excel结尾的 它就说 FundFile 然后这个打出来 又找到一个 这个打出来 不是的话 就不打印这个FundFile 但是一把名字打出来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操作 那么你看 我们用同样的办法 也实现了这个 globe模块的这个功能 globe 当然是很简练的 就一句话 反过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这个呢 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DR 是的话 操作 然后也是一个类似的DR 就把这个文件找出来 然后再判断一下 后缀 后缀是这个xls的话 我们把它打出来 它也可以把它换成 这个dox 这个是完全随意的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用这个OS文块实现了 但是这个 功能上绝对不比这个globe要弱 它两个是一样的 可以用来等效的 那么大家喜欢哪个 用哪个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 喜欢用这个OS模块 所以就 跟大家介绍一下 fond file dox 是一样的 那么通过这个呢 你可以了解这个 其实globe的这个工作原理 就跟这个差不多 类似的这个工作原理 它不一定是用这个模块实现的 至于再深层次的 就不必去研究了 它就是一个工具 会用它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两种方法都把这个文件找出来了 就把这个名字打出来了 同样的 这个名字找到之后 你就打开这个文件读取 就不是那么难了 我们都讲过了 好 那么 这个课呢 讲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我们跟大家 讲一点这个科目练习 我们这个 本节课介绍这个globe模块 所以呢 我们科目练习就是使用这个 我们介绍这个globe模块 便利一个文件夹 下载一个赛伙文件 并且每个文件的内容打出来 打到控制台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这个也比较简单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